哎呀,阿里,你哪能这样跟你爹说话呢? 娘知道,这些年啊,你一个人带孩子,肯定吃了不少苦,娘的心里头也很挂念你。 如今回到府中了,就不要跟你爹唱反调了。 啊,跪下来磕几个头,给你爹认个错,然后安安心心地嫁给穆老将军,这样才是你的归宿啊。 明氏,你算哪个山头的大葱啊,也敢自称我娘?给你脸了是吧? 哎呀,老爷,你看他,妾身明明是为了他好,他不领情也就算了,竟,竟还侮辱妾身。 跟他费什么话?小贱人,咱们心仇就恨一起算,拿命来。 杰人,你不得好死,娘亲好为我。 就你这水平,还编辑我娘亲的玉霄?别做梦了。 小野种,看我不割了你的舌头。 你刚才说,要割掉谁的舌头? 我不仅要割掉那两个小野种的舌头,还要刮了你这张狐狸脸,然后丢给乞丐,让他们没日没夜地见于你。 还没人敢这样侮辱我的孩子。 好妹妹,你舍错人了。 姜儿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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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啊,姜儿,我的姜儿。 贱人,你伤了姜儿,今日我便活寡了你,拿命来。 娘亲,不要怕,你们退后,那娘亲小心。 嗯,好。 小贱人,有两沙子。 明公子,来世做个好人。 什么? 伟儿,伟儿啊! 娘的伟儿啊! 老爷,这个贱人杀了伟儿! 你可不难饶了她呀! 是不能饶了她,还愣着干什么? 给我上,把这三个脏东西,剁了喂狗! 是! 萱萱。 娘亲,真的要吹吗? 嗯。 哎呀,我的妈呀,哪里来的毒蛇啊? 哎,跑,快跑! 哎! 叶相,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,把我娘的遗物交出来。 不然,我就血洗叶府,谁都别想活。 叶,叶玉丽,你不要忘了,我是你爹,你还想弑父不成。 杀了我,你便背负了师父的罪名。 全天下的人都会耻笑你不孝不忠,不仁不义。 你若不顾及这些,那就动手吧。 五年前,我未婚先孕,逃婚出城。 若在乎这些狗屁名声,我也不会回到川南城。 反倒是你,手段阴险百般算计,狡诈恶毒。 总如民事康我,辱我,害我。 让我在叶府过着猪狗不熟的生活,你也配当我的父亲。 老爷,快走,快走啊,我拖住这个贱人,老爷快去搬救兵啊,今日无论如何也不能放他走。 滚开。 贱人,你竟敢,我是你爹。 贱人,我杀了你。 还不快住手。 爹,您总算是来了。 爹,叶羽离无法无天,竟然废了姝儿的武功,就连伟儿都被他杀了。 爹,爹,可得为我们做主啊。 闹腾什么,孽障东西,还不快点跪下。 我叶羽离上跪苍天,下跪黄土,你,又算什么东西? 放肆,去,把家法拿来,老夫今日就教教他,什么是规矩? 什么是体统。 老不死的,你也别费力气了。 谁像的话,把我娘的遗物交出来,也免得你受皮兽之苦。 就凭你? 区区一个废物,也感到业府吟吟吟吟语。 谁给你的胆子? 唉,既然这么不配合,那就只能全杀光了。 是啊,娘亲,他们一个个都好凶哦,留下来也是祸害呢。 没错,欺负我娘亲的人还没出伤呢,你们胆子可真肥。 爹,别跟这个贱人废话,趁早清理门户,也省得他们出去污害我们叶府的名声。 嗯,言之有理,不过就这么杀了他,岂不便宜了那个贱人。 那,爹爹的意思是……? 不如废了他的武功,把他扔到衣红楼去,这样也能多一笔镜下。 还是爹爹有赚钱的头脑,别看这贱人伶牙利齿浑身是刺儿的,这小模样长得倒很俊俏,如今穿蓝城的园尾们就喜欢他这种妙龄少妇呢。 去,把这贱人绑起来。 是。 好卑鄙的手段,竟敢当着老夫的面搞偷袭。 哼,废物果然是废物。 喂,你这也好无理啊,银针本就属于暗器,怎么到你嘴里就成偷袭了。 谁说不是呢,你这糟老头子既不如人,就胡言乱语颠倒黑白,真不知羞羞哎。 老东西,我看你是活太久了,说出的话都是满嘴恶臭。 既然这样,我不介意先送你下地狱。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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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你得有那个本事才行。 贱人,拿命来。 杀,给我杀了他们,一个不留。 本王倒要看看,谁敢对本王的弃而动手。 其,其王爷,您怎么来了? 阿黎是本王魏国门的妃子,你们对他不敬,就是在与本王抗衡。 其王爷,这是我叶府的家事,无需你来插手吧。 宇凡,在。 屠府,是。 诶,王爷,这是什么意思? 我们叶府与您往日无冤,速日无仇。 王爷何必做到这个份上? 怪就怪你们不识实误,惹了本王的妻儿。 宇凡,还愣着干什么?杀。 是。 王爷等一下,王爷若真想动手,那便是与我叶家撕破脸面。 既然这样,王爷可敢跟老夫过上两招。 若是我输了,府内的下人随您处置。 你也配跟我们王爷过招。 无妨,既然叶老当家想活动一下筋骨,本王乐意奉陪。 得罪了。 哇,其实这好厉害啊。 叶老当家,你输了。 我,我。 宇凡,杀。 是。 救,救命,救命啊。 爹,你没事吧? 无妨。 老东西,还不把我娘亲的东西拿出来吗? 贱人,你别欺人太甚。 哦? 你,你给我吃了什么? 这是我研制出来的断魂伞。 三个月内若不服用解药,必会毒发身亡。 老东西,这是你最后的机会。 还不打算交出我娘的嫁妆吗? 叶管家。 老爷。 去金库,把东西搬过来。 老爷,这。 还不快去。 好,好。 把礼丹一样拿来,就这些。 就,就剩这些了。 好啊,老东西。 这些年你们叶家把我娘的嫁妆挥霍一空。 今日,我就拿你的命来抵偿。 阿里,且慢。 既然他们无力偿还,那不如先记下。 反正阿里已经给他们服用了断魂伞。 三个月内,叶老当家若偿还不轻。 那就让他自生自灭吧。 嗯,也好。 这里单上的物件,折合成银子也有十多万两。 我暂且给你三个月的时间,若凑不起我娘的嫁妆,拿银子底偿也可以。 三个月内,若少一文一毫,你后果自负。